法师的经验刷取速度在游戏这个阶段已经开始展示出威力了,吴小强中居然有三个法师,说明除了盗贼和格斗家这两门职业,其他职业的冠军玩家到了法师队伍中连前三都挤不进去。 吴小强只算是一个象征,把名额放宽,排名拉长后,会发现等级榜名列前茅的玩家中,格斗家依然少见,其他几职业相对平手,而法师职业已经是一军突起,在目前高等级玩家中比重很大。 逆流而上,这个云端城玩家都挺熟悉的名字,竟然在这段时间里,敲眉声息地拍上了全游戏的顶级行列。 这也是今天吴氏之剑的心情并不愉快的原因之一,他的行会的确以一个等级三百人口上线的优势,领先了对就当哥,但他个人和逆流而上相比,真是一败涂地。 在剑南忧从战士等级榜第一掉到不知道何处后,吴氏之剑也跟着提升了一个名位,他目前是战士总榜第十一位,这是个非常尴尬的排位。 因为目前游戏中有五强十大七弦的说法,五强当然就是指全职业玩家排名的前五,传说中的吴小强,而十大那就是各职业分类榜中排名前十的高手了,也是非常受人关注。 吴氏之剑倒好,偏偏排了个第十一,或许他与第十的差距只是那么一点点的经验,但没办法,就这一点点把二人划入了两个世界,吴氏之剑就是这两个世界的分界线。 他前面的都是玩家心目中的一流高手,他后面的就是差一个档次的准高手了,而他自己是郁闷的代言人,所有排名分类榜第十一的玩家都是郁闷的代言人,因为一共是七大职业,这就是五强十大七弦中的玉林七弦。 这七大郁门门门门门人也是论坛玩家经常拿出来总结归纳的,但他们不是被人仰视的存在,而是众口嘲笑的存在。 尤其是吴氏之剑,还闹了平行世界第一行会的大笑话后,在最新更新的玉林七弦中,更是被评为七弦之首。 吴氏之剑,欲顾飞时还能笑得出来,他的心理素质已经算是不错了。 拥兵平道里自然免不了对吴氏之剑的一番嘲笑,他们这帮家伙除了幼哥等级比较一般以外,其他人都是名列十大之中。 尤其剑鬼,此时已经杀至盗贼排行榜第二位。 由于前面是人民币战士西洋五,而且在等级榜上明显是个孤傲的存在,大家一直认为西洋五不死,剑鬼很难继续在上位。 此外就是战无伤,在剑南忧消失后,也挤前一位。 目前处在战士榜第二,宇天神明和韩家公子则比较中流,一个第七,一个第八。 而且这两人的名次也是因前排有人死亡调集后升了位,想不到这一天里竟然有这么多十大玩家调集。 论坛里都是议论纷纷,不过幼哥已经带了一点情报回来,剑南忧七人众当中的那个强悍的法师叫火燃一,原本是法师榜第四位,在临水城也是赫赫有名的角色。 这么说来,他那小队的人很有可能都是十大高手,有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团灭了,所以十大上都有人掉了下来,战无伤猜测。 众人纷纷称事,都比较认同这个说法,只可惜其他角色都没看到什么鲜明的个人特色,让幼哥这个情报专家都不好打听。 说起来,那家伙还说会在临水城等着我们? 宇天神明说。 得小心,咱们要是团灭了,十大又得更新,咱们不能总给论坛上的玩家们添麻烦。 战无伤说。 呃,不麻烦,又割舍,又割笑,这些就是我们的乐趣所在。 有个显然是更了解论坛上这帮乐于总结归纳什么五强十大鸡弦玩家们的心理。 剑南忧这会儿一定已经听说我们任务已经完成,说不定正在临水城紧张布置,咱们要不要在落日城多待几天,急死他。 那,宇天神明的恶作剧心里来了,大家笑,但从战略角度上考虑,这样做法也不失为打击敌人锐气的做法。 在临水城等,那你就等吧,反正大家在落日城日子也是一样,悠哉悠哉地过。 看看这剑南忧倒是可以等多久。 剑南忧的确在等,不过公子精英团这些家伙倒有些自作多情了。 剑南忧根本不是在等他们,在发现这帮子高手有些自作多情地以为他是对他们心怀不轨后,剑南忧并没有说破。 因为这样的情况,对他来说着实不错,所以他甚至顺着他们的意思去说话,让他们更加的以为他们的猜测没有错。 而实际上,剑南忧的目标只有顾飞一个人。 剑南忧已经属于打劫为生的职业玩家中的高丸了。 像那种街头水上打劫勒索的事业,他已经不会去射击了。 那些玩家在抱得人家的装备后还得自己跑出去兜售,一看就是小手工业者。 而剑南忧,在苦心经营了这么久后,已经有了一定的卖方市场,有人经常会慕名找上他来。 当然,这么麻烦找上门来的,需要的东西往往也不一般。 经常都是些市面上并没有的,比如某某人在论坛上发帖将自己独一无二的装备,或技能卷轴,或者什么什么东西进行了炫耀。 这样的人,经常性就称为剑南忧的目标。 许多客户找上门来,指明就要这种装备。 至于剑南忧怎么给他搞来,对方绝不过问,只管付钱? 当然,是大家钱。 那些个低端打劫者,赚钱靠的是销赃,而剑南忧他主要出售,可以说是他的人工成本。 这就很有点赏金猎人的味道,甚至有些人觉得他们非常酷,仿佛不是一帮恶意暴装备者似的。 不过,剑南忧却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 在远武小强中,喜耀武是网游头号人民币战士,名气属于整个网游界的。 水深,一会之掌,行会是林荫城最牛的。 百事经伦,率领佣兵团却是压倒行会的存在,而漂流人如其名,各主城来回的转悠。 见过他,认识他的人是最多的。 而剑南忧,明显是五人中最低调的,他没行会,没拥兵团,每天像个最普通的玩家一样,鬼鬼居居,从不闹事,就连在林水城中认识他的人都不多。 他会努力充斥吴小强的地位,实际上也是为了给自己的事业奠定基础。 在大家互不相识,互不信任的时候,吴小强的名头自然是一种实力的象征。 靠这个,他才争取到了许多客户。 如今事业已经稳定下来后,剑南忧已经并不太在意这个吴小强的身份。 只不过,以前基础打得太狠,放松下来,却也迟迟没有被人超过。 剑南忧原本的目标那是冲城游戏低人的,实在因为前方的人民币战士太凶猛,才没能如愿。 但是,却让他的经验值比剩下三位还要高出一截,以时间未被超越。 故意掉一级,当然是很简单有效的法子。 但剑南忧却怕,这个会破坏自己在客户面前树立起的很强大的印象,所以没有采用。 此番当真,被挂掉级,心下还是有些遗憾的。 挂回临水城后,剑南忧就已经开始了下一步的着手布置。 人还是那些人,但此番是主场作战,方便不少。 首先,来临水城必须得乘船,而系统船从来都是不早不晚精确到秒,所以在临水城等人埋伏是拥有得天独厚条件的。 每天来,从落日城到临水城都只有那么几个时间,剑南忧只需在这个时间在码头去候着即可,绝对不会错过。 问题只在于,目标虽只有顾飞一个,却不知这人身边会有多少伙伴。 剑南忧会放弃在临水城下手赶着落日城,本就是这个原因,他希望对方在最后一关的大混乱场面给自己提供一些可趁之机。 没想到,一开始就被人家识破,结果是被耍得团团转,落日城是去了,却连目标人物的脸都没见着。 而且今天还有消息从落日城方向传来,似乎正是那个家伙和落日城的百事经轮进行了一场街头PK。 传言中称,百事经轮打不过对方借口下下就闪人了。 临水城和落日城是邻居,落日城的有些玩家偶尔甚至会不惜路程遥远跑来临水城吃沙滩烤鱼,喝沙滩小酒。 所以百事经轮这个落日城的头号名人被这些家伙在临水城也被宣扬了不少。 在这些落日城玩家的口中,百事经轮等级是吴小强,这点儿都不是最可怕的,可怕的是词人的PK技术。 一个近战为主的格斗家,PK就未逢一败,这话听起来有点废。 PK要是败了,那当然早就死亡掉级了,吴小强能强到现在? 不都是PK没败过,没掉过级吗?但百事经轮的经历却大不一样。 据落日城玩家说,从这家伙低等级起,一打十,一打二十就是家常便饭。 那段时间,百事经轮,福娥苦笑,利于街头,身边都是倒地翻滚的玩家。 这是一出频繁上演的经典场面,百事经轮的名气就是这么打出来的。 在落日城玩家的心目中,百事经轮是不是吴小强都一样的可怕? 俨然就是不败的象征,而这样的人都输了,输给了视频法师,看来自己得重新估量这个法师的能量。 贱难忧认真地思考着。 全体经轮的认证。